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楊明和莊斯明這對演藝界情侶 自從被她的豬隊友揭發 去警察總部撐警以後 他們就開始轉催高調 公開撐警了 於是楊明的那間鄧湯舖 自然成為了藍店的象徵 到底有多少人去排隊幫襯這間鄧湯舖 就成為了藍店是否受歡迎的指標 事實上前陣子的確有大批市民 走去楊明的那間鄧湯舖大排長龍 走去輪候幫襯 不過有網民在網上揭發 似乎這間藍店有向藍絲派發現金券 根據網上的一張圖片顯示 有一個藍色的李士風 李士風前面就寫著 公賀新希2020 但是看上頭就不太老禮 因為李士風多數都是用紅色的 用藍色或淺紫色 就難免令市民聯想起 好像做白事的吉兒風套一樣 至於那個風套的背面就寫著 防騙滅罪 警民一心 上高還有一個香港警隊的揮號 裏頭就不是裝錢的 正正是裝著楊明的那間鄧湯舖 一張50元的現金券 到底是不是他派發這些現金券 給一些藍絲 導致大排長龍呢 他本人也沒有出來否認過 好了 這一張現金券就價值50元 我們就去OpenRice 看過他這間鄧湯舖的餐牌 似乎他裏頭不少的食物都是在50元以下 換言之那些藍絲酒大排長龍幫襯 他絕對是可以憑著這張現金券 一元都不用自己貼就可以吃到東西了 比如說他的招牌之寶燉湯 其中有三款 包括蘋果雪梨百合燉獸肉 沙心玉竹雪耳燉獸肉 以及猴頭菇裸頭燉獸肉 都是價值48元 你那張券都已經票值50元 如果他不吃其他東西的話 他一元都不用出 不喝燉湯又如何? 可以試試蒸飯 29元至33元 蒸飯不對嗎? 叫午飯 32元至45元 如果只吃一樣東西的話 憑著那張現金券 基本上一元都不用給 就可以走出來 這才符合藍絲的人性 我師前上後為何那些藍絲 真的拿真金白銀去光顧藍店呢? 這宗新聞出來以後 我才知道 原來是有現金券的 這就不怪得了 這種情況才是合情合理 才是夠順理成章 因為藍絲的習慣就是怎樣? 就是掩著自己的荷包就叫支持 口爽荷包立 叫他真金白銀拿錢出來支持 哇!慘過了 真是割他的股肉出來 大家不相信的就看看其他藍店 比如說有一間又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就叫做空姐牛肉飯在西九龍中心那樹 不少的市民走去現場觀察 都發現得到 好像是水淨河飛那樣 沒有人龍去排隊幫襯 已經是反映得出 藍絲的習慣就是 用口來支持多過用行動 一張現金券就解釋藍絲的行為 藍位楊明的女朋友莊斯明前排在Facebook上 多謝市民 就說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會盡量叫廚房做多些 希望可以做多些數量 不用太快賣光 多謝各位幫忙免費宣傳的人 到底是賣還是派現金券? 就他們自己才知道 可以出來解釋一下 好了 有一間黃店叫做水門泰式雞飯 他們知道這間鄧湯店派現金券的時候 就出來抽水了 他們就說 原來派50元現金券才有這麼多人排隊 今天全日你拿著這張鄧湯現金券來 去他旗下的任何一間雞飯店 都可以換取到泰式去骨海南雞飯 但是換領的時候 就需要和店員一起叫口號 嘩 真厲害 用這種有創意的方法來抽水 所以那些持有現金券的藍絲 如果不喜歡喝燉湯或者吃蒸飯 大可以去試一下這間黃店 去他們品嘗一下水門雞飯 最多叫他口號就是這樣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真的 所以你說黃色經濟圈 這麼多人出來打壓 不是沒有原因 太多這些橋段了 好了 說完楊明的這間鄧湯店以後 又說說他女朋友莊施明 大家都知道 他去搭國太行班的時候 竟然間因為借不到筆這些 這麼小的事件 走去把別人的機組人員的名單 上載到Instagram 結果引起了群眾嘩然 因為這樣 事實上是侵犯了機組人員的私隱 你怎麼能夠把別人的內部資料 在公海上登出來 於是評估日報就著這件事件 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作出查詢 昨晚人家公署以電郵作出回覆 其實在此也要先讚讚私隱專員公署 大家看到他的回應 速度之快 效率之高 值得讚賞 始終來說 他不需要漏夜就回覆你 在晚上十點半都有人去電郵回覆你 證明到他對於這些社會事件是重視的 到底公署又如何回覆呢? 他就說到 未有表面的證據可以顯示到 莊施明是如何取得有關的機艙服務員的名單 比如說他從什麼途徑來取得 是不是獲得同意之下主動提供的呢? 或者所要求提供的目的等等 都是未知之數 好了 到底私隱專員會不會就著這件事件 主動來展開調查呢? 比如說 上次《立場新聞》的記者 去到大埔進行採訪期間 遭到警察的折查 那名警察竟然將該名記者的身份證 在直播鏡頭面前展示超過40秒 當時私隱專員就著這件事件 有進行主動調查 但這件事他們怎麼回答呢? 他就說到 初步考慮到事件的複雜性 和現階段所獲得的資料證據而言 並未達至清晰和有足夠理據 允許私隱專員 在沒有資料當事人的投訴之下 主動展開調查 故此 那些機艙服務員 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個人資料 是遭受到侵犯的話 他們就很應該主動向私隱專員公署 作出投訴 這樣才可以啟動到相關的調查 在這封電郵最尾那段 公署就提到一件事 由於現時所披露的機艙服務員名單 看來不會由國泰航空主動同意之下上載 如果有足夠證據顯示 可能導致當中所涉及的機艙服務員 蒙受到心理傷害 這名披露機艙服務員名單的藝人行為 就有可能違反了私隱條例當中 有關刑事起底的條文 私隱署就說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在適當時依法採取跟進的行動 那就挺好的 起碼是有回覆 有回應到傳媒的查詢 絕對是好過實問狗不應 或者是答非所問的機構 其實除了私隱署以外 我覺得國泰航空也應該主動作出交代 到底你們這些內部資料遭到外洩 有沒有人需要就此問責 或者是負責 以及你們會不會展開調查 或者完善你們個人資料的保障措施 因為原來是人都可以把這些資料公開出來 是不是每一個普通員工都可以取用這些資訊呢 非常危險 因為有些有心人 例如今次這件事件 原來是可以把這些資料給朋友 然後經過他在公開裡爆出來 對於機艙人員的私隱就沒有保障 好像有些市民也說到 除了機艙人員的資料以外 會不會連乘客的資料 都同樣有機會遭受到外洩 這件事你們就要公開出來 釋除市民的疑慮 還有就是 到底國泰會不會對於該名 違反了內部指引的員工 我相信是違反了內部指引 對於這些個人資料 一定會有一個很嚴格的指引 就是不可以將它公開的 現在它違反了指引 到底會不會有一個效果呢 比如說相關的懲處 而且我相信他們的系統當中 是很容易可以查得出 到底在該段期間 哪一個是查過這些資料的 其實這些系統 背後就一定有一個鎖去記錄 到底哪一個是查閱過這些資料的 所以到最終來說 就看看到底國泰會不會做事 如果國泰是選擇 當是沒有回事的 只要眼開只要眼閉 那就會更加令到香港的市民失望 原來在處理這些員工涉嫌違規的事件 都是黃藍有別的 厚待和優待的藍絲 你是不是想這樣呢 其實昨天這個香港航空 又是挺搞事的 跑了出來抽水 他們怎麼說呢 就說如果有筆填入境紙的時候 就不用左按右按和四圍網了 機會來了 由即日起至1月11日 即是跟足一個步驟去參加遊戲 最有創意的15位參加者 就可以獲得香港航空限量版的原子筆一套 擺明就是抽你這個莊斯明的水 所以這些網路公關就做得不錯 深受青年人的歡迎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